它本来应该是一架及极致隐身武装侦察对空对地攻击于一体的完美直升机 然而就在它即将进入大规模量产的前夕 美军却突然终止了该项目的研发 总计划投入300亿美元经历十数年研发 耗费了70亿 如此高规格的直升机计划为什么会被突然叫停 如果成功量产 这架堪称完美的直升机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今天火力军就来聊一聊 全球首款隐身武装侦察直升机RH-66科曼奇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 美国陆军就在寻求一款性能更加优秀的直升机 以此来取代现役的UH-1 H-1 OH-6 以及OH-58等多款型号直升机 由此诞生了轻型直升机试验项目 1988年 波音希尔斯基团队与贝尔道格拉斯团队的初步设计方案 得到了美国陆军的青睐 并要求两支团队提供进一步的概念设计 1990年轻型直升机试验项目更名为轻型直升机项目 最终选定波音希尔斯基团队 在项目初期 陆军与研发团队签订了6架原型机的合同 总金额28亿美元 在不久之后 陆军正式制定原型机型号RH-66科曼奇 早在科曼奇问世之前就已经受到了广泛期待 因为其配备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创新设计 比如隐身设计 比如先进的侦察系统 这在当时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1993年 首架原型机开始分别在希尔斯基公司与波音公司的总装基地开始进行组装 然后将所有子部分运送到希尔斯基的总装基地进行总装 不过到了1994年 由于美军薪酬上涨 美国国防部削减了部分项目的投资 导致原型机的生产数量减少到了两架 1995年12月 首架原型机下线 原本计划立即运往佛罗里达州进行飞行测试 由于结构与软件问题 延后了飞行测试 最终在1996年1月进行了首架原型机的飞行测试 1999年3月 第二架原型机进行了首飞 随后也参与到飞行测试中 美军对科曼奇的飞行测试 都是基于这两架原型机进行的 弹号分别为940327与95001 在经过演示评估之后 陆军认为科曼奇的关键指标已经达到了要求 随后陆军便发布公告 表示科曼奇项目已经进入交付经费的工程与研制阶段 预算达到31亿美元 在2000年初期 陆军计划采购1200架RH66科曼奇直升机 将其作为侦察直升机与轻型攻击直升机 到了2003年 陆军在项目时间表上标注科曼奇直升机的量产交付时间 定为2006年 科曼奇直升机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优先探测权 简单来说 就是你发现我之前 我就已经发现你了 这主要得益于科曼奇的隐身设计 以及配备的先进的瞄准和侦察系统 极大提升了科曼奇的侦察能力 有专家认为RH66科曼奇直升机 是全球首款可以在被发现之前 完成侦察任务的直升机 这也从侧面说明 科曼奇在隐身方面有着非常大的优势 科曼奇代号RH66 代表侦察的R排在最前面 这就意味着 科曼奇的首要任务并不是攻击 而是侦察任务 所以在研发团队的设计中 科曼奇并不注重强大的单机作战能力 而是注重在山地森林等地区 借助地形的掩护 在远距离上 对敌方装甲部队进行侦察行动 或者对其发动突然袭击 而这样的作战要求 意味着科曼奇直升机 需要拥有超强的隐蔽能力 于是研发团队在设计科曼奇直升机时 采用了隐身设计 其实从越战开始 直升机就因为巨大的噪音 经常在远离战场的地方 就会被人发现 因此 直升机也在美军士兵信中 留下了空中拖拉机的印象 在这种情况下 美军对科曼奇直升机的噪音 雷达以及红外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改进 使得科曼奇直升机的被探测指标 显著低于陆军当时设定的标准 有粗略的数据表示 科曼奇相较于当时美军现役的侦察直升机 雷达探测能力提高了整整100倍 红外特征降低了90%以上 噪音特征也降低了80% 就连木式特征都降低了10% 在整体结构上 科曼奇与常规直升机的布局差不多 采用单旋翼单维桨设计 直升机的整体设计 主要考虑雷达隐身 红外隐身 以及噪声隐身等三个方面 为了达到红外隐身的目的 科曼奇取消了外部武器挂架 所有武器都采用内置式 同时起落架还能够收到机体内部 使得科曼奇的表面比较简洁 还有与F117隐身战机一样的棱角 这些设计都是为了降低 从各个方向照射过来的雷达波反射 另外 科曼奇的尾甲也采用了比较少见的寒道式 并带有略微倾斜角 发动机进气口呈缝隙状 内部曲折 同样是为了避免雷达波 照射到发动机本体 除此之外 科曼奇的机体还涂上了吸波材料 部分结构还采用了复合材料 可以进一步降低雷达反射 在经过这些雷达隐身设计之后 科曼奇的雷达反射节面级 只有常规直升机的1% 基本达到隐身战斗机的标准 为了降低红外特征 科曼奇的发动机排气口 布置在了尾梁上 采用了非常特殊的设计 呈现长条状 发动机排出的废气 会与吸入的冷空气相结合 以此来降低废气的问题 然后通过长长的喷口 从尾梁下方排除 在悬翼产生的气流作用下 科曼奇发动机产生的热量 很快便分散到空中 从而降低直升机的红外特征 而在噪音方面 科曼奇主要是通过机身外形优化 以及可变转速的 五片桨叶主旋翼来实现的 这五片桨叶都采用了 独特的空气动力学外形 并且非常薄 科曼奇在低空低速飞行 接近目标时 可以通过降低旋翼转速 使得桨间的速度显著下降 从而降低噪音 同时五片桨叶还能在低空 进行精确旋停与快速起降 再加上先进飞行控制系统 使得科曼奇可以进行 快速机动与转弯 在高速飞行时 还可以通过改变旋翼的角度 来控制速度和飞行的稳定性 从而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其寒道尾奖也经过专门的设计 不仅优化了尾奖本身的噪音 也减弱了主旋翼尾级流场 与寒道尾奖之间的干扰 从而进一步规避噪声源 除了以上方面的隐身之外 科曼奇还具备一定的光学隐身能力 科曼奇机身外部涂抹的锡波涂层 还具备反光率低的特点 由于悬翼采用了5片桨叶设计 光源通过时的闪烁频率更低 在远距离上 尤其是处于山地森林等地区 还能够有效降低目视特征 毕竟直升机本身 对于生存能力的要求就比较高 毕竟在战场上 直升机的飞行高度都不会很高 倘若生存能力出现缺陷 一枚简简单单的便携防空导弹 就能轻松击落直升机 看看俄乌战场上的俄武装直升机 就知道了 毕竟科曼奇在战场上 执行的任务危险性还是比较大的 更多的时候 是需要前线直接接触敌方目标的 由于科曼奇采用隐身设计 取消了外部武器挂架 为了配合科曼奇直升机 执行侦查与攻击任务 美国曾计划研发一款 可以垂直起降的无人机 在作战时可以伴随科曼奇一起行动 由科曼奇机组人员进行指挥 这款无人机可以携带更多的弹药 通过机组人员的指挥 能以更加安全的方式发动攻击 而负责指挥的科曼奇 则可以将自己隐蔽起来 即便无人机被击落 也不会造成美军的人员伤亡 反观科曼奇本身的武装能力 机身两侧的整体式舱门 可以各携带三枚导弹 在需要科曼奇执行打击任务时 可以在三秒内完成攻击准备 当然 如果只让科曼奇执行攻击任务 美军也可以为其加装直升机短翼 以此来增加导弹的携带量 最大携带数量可以达到14枚导弹 不过这样会降低科曼奇的整体隐身能力 除此之外 科曼奇还拥有一门20毫米双管机炮 弓弹装置与弹药储备 都被设计机身内 只在机首下方留有一座旋转式炮塔 为了减少炮塔的雷达反射界面积 其水平方位角为240度 复央角则控制在60度 不过考虑到科曼奇本身 也不是依靠机炮进行作战 其机炮方位角和复央角 也已经基本能够满足其正常使用了 除此之外 为了赋予科曼奇强大的侦察能力 研发团队还曾计划 为其研发一款配备先进光学侦察设备 同时具备对敌对空目标作战能力 采用了先进的头盔综合瞄准系统 拥有超强计算能力 研发团队还计划为这款系统 集成美军发展的三军战术信息 联合分配系统 就是这样一款全天候 全方位多用途的武装侦察直升机 如果装备美国陆军的话 势必会大幅提升陆军作战能力 然而项目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 就在科曼奇即将量产的前夕 变故发生了 在完成测试任务之前 代号940327的首架原型机 已经进行了387个小时的飞行测试 出动次数达到318次 代号95001的第二架原型机 则是进行了103.5个小时的飞行测试 出动次数为93次 在2000年末 团队着手改进科曼奇直升机的空重比 因为原型机的空重比比设计要求高了2.1% 也就是91公斤 由于原型机需要重新设计 科曼奇原型机的飞行测试也就暂停了 在此次升级中 科曼奇主要改进了任务设备 包括更换性能更强的T800 LHT-801发动机 直到2002年5月 经过改进的2号原型机恢复了飞行测试 在这一轮的飞行测试中 科曼奇的巡航速度已经可以达到每小时200公里 俯冲速度达到每小时319公里 同时科曼奇还通过了一项代表性的飞行能力 在5秒内完成180度的超级转弯 原本项目正在顺利进行 然而此次却传来了噩耗 2002年 科曼奇项目遭遇了重大调整 美国陆军大幅削减了计划采购的数量 从1200架减少到650架 按照当时提出的预算 这笔订单的总金额达到269亿美元 在原本的计划中 美军会拨款31亿美元 使得科曼奇的工程与制造发展阶段 持续6年的时间 并继续生产5架科曼奇原型机 用于飞行测试 但在美军大幅削减订单之后 研发团队明白了一点 这个项目不可能再持续6年时间 在这种心态下 科曼奇的生产速度也开始放慢了 2003年 第三架科曼奇原型机的生产开始启动 然而负责该项目的一线人员 已经无法对其保持激情 因为关于科曼奇项目 即将终止的传闻 已经传到了每个人的耳中 2004年2月23日 美国陆军宣布 将完全终止科曼奇项目 实际上 科曼奇直升机项目的终止原因 是多方面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为团队在追求研发进度的同时 并没有做好风险管控 再加上年度研发经费的不断缩减 从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 美国联邦政府问责局 就对科曼奇项目提出了一系列质疑 认为该项目会占据 2000才年至2008才年 航空总预算的三分之二 随着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 美国国内普遍认为 投入大量资金 研发一款隐身直升机 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而且随着美国陆军 将订单数量从1200架削减到650架 订单数量的大幅下降 意味着单价的上升 在原本计划中 科曼奇直升机的单价 应该为1200万美元 但在订单削减之后 单价上升到5000万美元 要知道 当时美军现役最先进的 四代战机F15C 也才5400万美元 如果在考虑到科曼奇服役之后 与F117差不多的复杂维护 仅仅每年在西波图层上的花费 就是一笔不菲的开销 本就一穷二白的陆军 势必更加难过 如此高昂的投入 回报却并不成正比 所以在项目中止之后 美国陆军发布公告 当时给出的理由 是美国陆军觉得 科曼奇直升机 想要应对现实中 一系列防空武器的威胁 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必要升级才行 但陆军并没有足够的时间与资金 陆军更倾向于将资金 用于改进现役的工机通用 以及侦察直升机 对其进行现代化升级 另外考虑到快速发展的无人机 开始在侦察任务中 展现出非凡的能力 相较于科曼奇直升机 无人机的侦察风险更低 所以美国陆军开始考虑 装备无人机来充当侦察和引导机 这就意味着 陆军还需要在研发无人机上 投入大量资金 截至陆军准备 终止科曼奇项目的时候 此时已经在新型直升机 研发项目上投入了69亿美元 而且当时陆军已经准备 发展另一款直升机 作为武装侦察直升机 来取代科曼奇项目 并取代现役的OH-58D 这个项目是贝尔公司的 ARH-70阿尔帕霍直升机 有趣的是 在2008年10月份 ARH-70的计划也被取消了 理由同样是经费超标了 不过科曼奇也并非一无是处 通过这个项目 美国对直升机的隐身设计 有了更深的了解 科曼奇上的许多技术 也运用在了其他直升机上 比如当初执行抓捕本拉登的时候 因为故障坠毁的特殊直升机 就曾运用了科曼奇直升机的一些技术 凭借卓越的隐身性能 无与伦比的侦察能力 以及超凡的生存能力 科曼奇在直升机发展上 留下了浓重的异比 尽管由于冷战结束 美国陆军经费的困难 以及无人机的横空出世 导致科曼奇项目无疾而终 但是20余年前的科曼奇直升机 所采用的许多技术 依旧在当今诸多领域运用 并为波音与希尔斯基团队 积累了丰富的设计经验 对于科曼奇直升机 你们觉得 其实力与技术怎么样 如果美军在2024年重启该项目 科曼奇还能否在如今的战场 发挥出强大实力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 下期我们来聊一聊 美军下一代武装侦察直升机 再见 美军下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